好 今天是我們來看 2018年亞洲運動會又傳來了 什麼樣的好消息呢 昨天很多手在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都覺得這個畫面 讓人感覺到好餓玩 我們只差對手 大概是千分之一秒的時間 我們要把時間倒回到昨天 這個亞運田徑男子200公尺的決賽 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最後是以20秒23的成績 跟日本的選手小池又貴 同時壓線抵達終點 但最後大家就想說 到底是誰拿下第一名 誰拿下第二名 最後是靠著這個攝影機 算到了小數點第三位之後 判定這個楊俊翰 以0.001秒败給了對手 這樣的畫面就可以看到 當時在畫面當中的 這個人就是楊俊翰 然後在他旁邊的這個人 就是日本選手 他們認為這個日本選手的腳 確實是有先踏出這個比賽的線 所以他們認為 還是日本選手比較快 最後是以0.001秒败給了對方 雖然他其實是已經超越了自己的紀錄 他跟他自己的紀錄相比 是快了0.1秒左右 所以可以說是超越自己非常厲害了 但對於這個0.001秒 其實他自己也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惋惜 所以昨天在接受聯訪的時候 他就忍不住哭了下來 但是包括有中華奧會這裡就覺得說 其實楊俊翰他已經有超過自己個人的紀錄了 那大家都知道的拿下金牌跟拿下銀牌 這個獎金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金牌這裡獎金有450萬 那銀牌這裡只有225萬 將近一半這麼少 所以銀行業者就在這邊跟中華奧會這邊就商量 決定說因為楊俊翰已經非常厲害 打破了自己紀錄 所以他們決定跟聯邦銀行這裡來合作 要補足這樣的差額加上其他的獎金的話 楊俊翰這裡還可以領到490萬 就差那麼一點點 台灣最速男楊俊翰在男子200公尺決賽中 以不到千分之一秒的差距 敗給日本選手跟金牌擦肩而過 賽後楊俊翰在場邊忍不住落下英雄淚 楊俊翰淚水在眼框打轉了好幾回 因為真的好歐好歐 受訪時還不斷唾棄 亞運男子200公尺決賽 楊俊翰和日本選手腳持又貴 幾乎同時壓線 兩人成績同樣是20秒23 這也是全國新紀錄 但是大會用攝影機判定晚了0.001秒 只獲得銀牌 就慢了一丁點讓楊俊翰留下懸念 因為就是輸千分位嘛 所以我覺得輸的差距越小 我覺得就是越不甘心 那我覺得今天如果我是真的有實力的話 也不會就是輸這麼一點 那我覺得就是各方面 可能就是還要再輕步再成熟一點 楊俊翰雖然不甘心 但還是收拾心情 檢討自己哪裡做不好 就是不想在場上再度留下男兒淚 楊俊翰跟對手同時壓線被判定銀牌 教練團立刻跟大會提出抗議 但最後還是維持原判 跟日本選手爭取第一 日美也全程轉播 但轉播的日本東京電視台TBS卻大搞烏龍 把台灣最速男標註成中國選手 善改國籍讓網友相當氣憤 要日本媒體立刻改正 楊俊翰接下來還有男子400公尺接力 國人都希望楊俊翰可以不留遺憾的 為台灣衝出一面金牌 記者綜合報導